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数学辅导团张正敬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为大家来解说国中数学核心概念 今天我们要来讲的主题是垂直平分线 也就是中垂线,我们也可以叫做中垂线它的性质 好,那中垂线的性质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一个线段它的中垂线上的任何一个点 到此线段的两端点距离会相等 就像下面这个图来看 L是AB线段的中垂线 你可以看到它垂直平分AB线段 然后呢,我们在上面任意取一个C点 那这个C点呢,会跟到A点的距离 跟C点到B点的距离会一样 也就是这两条红色线段会一样长 也就是CA等于CB 好,我们要记住这个性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 它这个中垂线的做图的部分 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那中垂线要如何来做 好,那老师已经做好这些QR Code 那同学们呢,你也可以把这个画面拍下来 然后呢,有空你可以扫QR Code 来去做一个复习 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垂线的制作 好,那中垂线的制作呢 其实我们就是利用小学学过的菱形的概念 好,来做出中垂线 那首先呢,用AB两点为圆形 好,以相同长度为半径画户 那这边的长半径呢 我们会要求同学要超过AB的一半以上 好,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有焦点 如果你没有超过的话 它就不会产生焦点 两个焦点 那所以我们要让它产生两个焦点的话 你就那个半径的长度要超过AB长度的一半 然后才会有两个焦点 然后接着我们就把这两个焦点呢 分别跟AB两点连线 那同学就会看到 这四个边都会一样长 都是8.5公分 好,我们也可以试着去做一个调整 好,假设我调整我的AB长度 你会发现 其实那个四个边都是一样长的 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就把JI这两个线 把它连线起来 然后交AB线段与K点 那也就是说 这样连线起来 那个AB线段跟JI线段 就是我这个菱形的 那个它的对角线 那我们也知道 菱形的对角线在小学学过 它是互相垂直平分的 好,那我们利用来翻转来看看 我们图像来看看 如果我们现在把左边这个三角形 来翻转看看 看它是不是会跟右边的做一个重合 同学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是重合 那也就可以看出 用图形来看的话 用翻转动画来看的话 也就可以知道 AK线段跟BK线段 它是一样长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AK线段跟BK线段是一样长的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中垂线 那你也可以发现 如果老师把它做一个调整 这边做个调整 这AK线段跟BK线段的数值都会一样 你可以看到它的测量的结果都会一样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 今天要介绍的中垂线性值 中垂线性值呢 我们要如何证明 中垂线上的任何一个点到两端点会距离相等 好,老师也把它画好GGP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好,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 我在这个中垂线上找了一个点F点 那这个F点是不是到A点跟到B点都会等G呢 那我们利用我们之前学过的三角形全等 来证明看看AF线段跟BF线段是不是一样长 好,首先我们看到 好,首先我们看到EF是公用边 好,所以我们把它做上记号 那接着呢 我们知道 因为它是中垂线 所以这个角AEF跟角BEF都是90度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AE线段跟BE线段是相等的 因为它是中垂线嘛 所以它会垂直平分AB线段 所以这是知道的 诶,有了这三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发现 左边的三角形跟右边三角形 它其实是全等的 那根据ASA性质做全等 也就是三角形AEF全等三角形BEF 好 那接着,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的话 那AF线段长跟BF线段长应该是会一样的 好 这边也帮你测量出来 两个线段都是5.7 那我们现在如果在调整我的F点的高度 是不是都一样 诶,同学有没有看到 它都会一样,有没有 好 两边的数值都变化都会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翻转的方式来看 如果这个F点是中垂线上的任何一个点 那这左边三角形翻转过去 是不是会跟它一样 诶,我们就会发现 它其实都会重合在一起 好 那这我们就了解了中垂线的性质 那我们就接下来利用中垂线的性质 来做一些题目咯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这也是我们做好的GGP的立体 那同学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好 可以练习一下 好 这个题目是说三角形ABC中 AB跟AC线段都是14公分 好 那同学其实你就可以在这个图形上 你就可以画 这边是14公分 好 那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稍微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好 那BCE线段呢 是10公分 然后D1会垂直 评分AC线段 好 那问三角形 BCE的周长为何 好 首先他要问的就是这个 我们看到 它这个BCE的周长 有没有 就是老师把它框起来的 也就是蓝色线段 红色线段 跟这个绿色线段 这一部分 那根据刚刚讲的 D1是垂直平分 AC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知道 其实这个 这个C线段 其实跟A1线段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中垂线上的一点 所以这两个线段 其实是一样 所以当我要算这个三角形的周长的时候 其实呢 就等同于再算 这个 AB长度 再加上BC长度 同学有没有发现 利用这个性质 我就很容易去算 它原本想要求的这个 BCE的周长 好 那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就知道它其实就等于 AB线段 加上BC线段 那会等于多少呢 也就等于14加10 好 那把它加起来就是24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周长是 三角形BCE的周长是24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好 到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立体咯 好 我们读一下题目 读右图 然后呢 直线L为BC 中垂线 交AB于1点 然后已经知道 然后已经知道 三角形AEC的周长是26 那AC的长度是8 那请问你 AB的长度是多少 好 那我们可以把一些条件 给它做记号一下 比如说 好 我们已经知道 题目告诉我 这个是中垂线 所以呢 我就可以知道 其实 这一段 B1长度跟 C1长度是一样 然后呢 接着 它有告诉我 这个三角形 它的周长是26 好 那我们稍微记在旁边 26 然后AC的长度 它告诉我是8 诶 那 也就是说 我今天会知道说 诶 这个 根据这些条件啊 其实我就可以知道 C1的长度 加上 A1的长度 其实应该就等于 它的整个周长 26 减掉8 也就是多少 也就是18 那其中这个 C1的长度 这个部分 它也等同于B1 所以 因为中垂线的关系 它这两段是一样 所以B1加A1 其实也等同于 18 那B1加A1 也就是AB咯 所以AB线段 会等于18 好 同学有没有觉得 这样很简单 那很重要的是 我们尽可能 像几个题目 你尽可能要做一个标记 像这些讯息啊 好 那这个可能就写在旁边 然后这样子 对于你整理讯息 会比较容易一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课本的解答 好 来 那直线 LO为BC的中垂线 所以呢 B1会等于CE 好 跟我们写的一样 然后呢 所以AB会等于A1加B1 然后其中的B1跟CE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这边做的标记 这一个 这两个一样 所以呢 会等于三角形AEC的周团 减掉你的AC 这就跟我们写法一样 他是倒过来写的 好 那接下来如右图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L垂直平分BC 那请问你 还有角A等于90度 PC线段等于5 AP线段等于3 则四边形P珠CA的面积为多少 那我们可以呢 同学你可以先按个暂停 自己算算看 好 那试做看看 那我们知道这里是90度 它有几个重要讯息 L是垂直平分 这里 这里 然后呢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垂直平分 所以同学要知道什么是 它垂直平分 它是中垂线嘛 所以可以知道 PB跟PC一样 还有这B珠这两个线段 跟C珠这两个线段 这两个线段会一样长 然后角A是90度 然后PC边是5 好 我们把标记在这边 然后呢 AP边是3 这里是3 那根据B式 其实你就应该可以知道 这边是4 好 我们可以延伸 这个是一个延伸的条件 好 还有因为这个PC边是5 我们还可以延伸另外一个条件 是PB边 因为是中垂线 所以这里也是5 那接下来要算面积啊 就是算这中间的面积啊 也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 好 那国中在算面积的时候 就是大概就是用 第一个用公式 比如说它是特殊的 比如正方形 长方形 正三角形啊 菱形啊 针形 这些都有公式 还有T形啊 平易四边形 这些都有公式 但是对于不规则的 不是特殊的 就不规则的四边形 那基本上它的做法 同学记好 就两种方法 第一个用加法 第一个加法 就是把它切割成两块 像这个就可以切割成 第二个用减法 用code 这两种方法去做 所以同学在算面积的时候 大概就是用这两个方式 去思考 好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 这一题要如何来接 然后直线L为PC的中垂线 所以我们知道 PP跟CP都是五公分 然后四边形呢 那我们刚才看到 P珠CA 它的面积其实等于两块 就是APC 三角形APC 跟三角形P珠C 这两个做一个相加 好 那同学看一下 那P珠C加上 我们把 现在三角形P珠C 跟三角形P珠B的 这两块面积呢 它其实就等于 你的大三角形 扣掉 你的那个AP APC这个三角形 所以它会等于 二分之一四乘八 好 那减掉二分之一四乘三 也就是十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两块面积啊 这一块面积 跟这一块面积 是十啊 好 因为它等于 大三角形 去扣掉这个 小的APC 这一块 好 那因为呢 它是中垂线 其实它面积会相等 因为左右这两个三角形 是 完全全等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其实 P珠C跟 三角形P珠C 跟三角形P珠B 它的面积是一样的 所以就会等于 原来那个 刚刚我们上面算到的 10 去除以2 得到5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知道 三角形 四边形P珠CA的面积 那我们就知道 原来APC的面积就是6 刚刚有算过 也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 它的三角形 这一段 也就6 也就是这个 APC的这个面积 好 那再加上 刚刚算到 P珠C的面积 也就是5 所以答案就是11 那同学这样了解吗 这一题是很不错的题目 那值得做一些思考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中垂线 它会垂直平分底边 然后 那上面的点呢 到两 P点到BC都会 一样长 除此之外 它还利用到 左右两个面积是 一样的 因为左右两个三角形 是全的 在我们之前 就已经讲过了 那这样同学 有没有比较了解 好 接着我们要来做一个 中垂线的 判别性质 有点是一个反证明 也就是说 我现在告诉你 有一个点 到两端点等G 那请问你这个点 会不会是在中垂线上呢 也就是说 我现在一个P点到A点 跟P点到B点是一样的 那P这边做一个垂直 这个PN呢 会不会垂直评分 这个AB线段 也就是 它是会不会是 它的垂直评分线 也就是中垂线 那我们要如何来做一个证明 好 那这边老师也做了一个GGB 给同学可以比较快的方式 可以去了解 那同学们你可以去扫这个QR code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的证明 好 那同学来看一下 好 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个F点 那 接着呢 我们说 AF跟BF是一样长的 那是不是这个F 做一个垂直下来 它会垂直评分AB呢 好 那这中间呢 那这个EF跟EF是共用边 也就是左右这两个三角形的共用边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知道 它因为做一个垂直下去嘛 所以一定这个到1点 这个是做一个垂直 所以这边都是90度 两边都是90度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个左右这两个三角形 已经符合全等了 符合哪一个全等 我们学过的五个全等性质 SS SS SAS AS AAS 还有一个RHS 也就是那个RHS的全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三角形呢 左边跟右边 三角形AEF跟三角形BF 它是根据RHS S 它会落在中锤线上 好 同学这样了解了吗 那我们也可以用对称的方式来看 如果今天它是AF跟BF是一样长 那经过翻转 你就会找到一个折痕垂直 然后而且能够找到AE跟BE是一样长的 好 那这就是反证明的 倒过来证明的方式 好 OK 好 所以这样同学了解吗 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了解 它是一个双向的观念 也就是说 我今天呢 中锤线上的任何一个点 到两端点等距 好 那到两端点等距的这个点 也会是落在中锤线上 所以同学可以把它稍微记忆 它是双向的 中锤线上的任何一个点 到两端点等距 到两端点等距的点 会落在中锤线上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做一个练习咯 那同学看一下 给你看一下这个题目 三脚型ABC中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三脚型ABC中 脚A是90度 然后呢 租1垂直BC 然后 B1跟 CE是一样 然后AB是5 然后B租是2分之13 回答下列问题 好 那同学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按个暂停来看一下题目 好 接着 如果你做好了 你就来跟着老师来一起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延伸什么条件 第一个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其实它没有讲到中锤线 可是它已经很明确告诉你1点 它到B跟到C的距离是一样 而且这里又是垂直 所以这一条 这一条逐一线段其实就中锤线 所以它会垂直平分底边 所以我们可以再延伸这个条件 这一段也是二分之13 这是很重要的 好 再接下来呢 那我们看一下 求长度 这边也求长度 记得 长度呢 我们记得 长度 三个方法 第一个 第一个 面积 面积 第二个 B4 第三个 相似型 也就放大缩小 国中在求长度 一定都落在这个三个范畴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三个范畴 那这个很明显 它又提供一个90度给你 大概就是B4嘛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一段长度就是合起来是13嘛 那根据B4 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一段长度 很快的就可以算出 它是12 那这样同学们了解了没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呢 好 就可以知道 它是它中垂线 然后所以呢 B7线段是13 所以呢 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可以用B4算出 A7线段会等于12 那同学这样了解了吗 好 那周长是多少呢 好 我们来思考一下 那这一题周长会是多少 也就是 三角形A B1的周长会是多少 好 那 三角形A B1的周长呢 就是会等于A B1线段加A1线段加B1线段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 也就会等于B1线段是一样的 这里 这两个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中垂线上的点 所以它已经跟你讲这两段一样 那各位就可以知道很简单 这两段A1 A1加CE的时候就等于AC 所以呢 也就是说整个周长就会等于AB加AC 也就是5加12 也就等到17 所以利用中垂线的性质 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去做出 这样子的练习的题目 好 同学到现在这样子应该有一点了解了 从刚刚你了解它的性质之后 来做一些初步的应用 那就是还是要练习一些题目 然后把性质拿来应用在解题上 那一样我们会建议同学 你在解题的时候 过程中呢 尽量要把条件写上去 好 练习把条件写上去 好 像这一题我们可以看到 如右图三角形BC株中 LOVC株的中垂线 所以这个重点有哪些 第一个 这个 它的中垂线 好 所以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同学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因为它是中垂线 所以我就可以说 A株跟AC 根据中垂线性质 它到两端点等去 还有它会垂直平分这两个 西出线段 还有这里会90度 所以这次都是你根据这个条件就要表示上去 然后呢 接下来 交于A点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 交于1点 这也知道 基本上这个 然后还有告诉你 ACB ACB 这90度它已经标好了 如果它没有标 你就要自己标 你就要自己标 然后AC线段是4公分 这里是4 然后B株线段 这里是9 B株线段 这一整段 这个是9 然后要你9B株线 好 那同学来看一下 我们要继续做一个延伸条件 这里告诉我是4 所以我知道这里也是4 这是我可以延伸的 因为它到两端点等去 然后呢 接着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它告诉你 这里有9 这里是9 所以这里应该是剩下的5 AB长度应该剩下的5 所以接下来要求这个 这个BC线段是不是容易了 因为再一个直角 我们说 刚刚说 求长度啊 就三个方式 面积 记得面积 面积公式 第二个B式 第三个 相似型 那相似型 各位还没教到 放大缩小 比例 这个还没教到 所以基本上 你在8年级 应该就是落在这两个方式 那到9年级 交了相似 就会这三个 那在这边 就可以B式算出来 那应该就可以得到 就是3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解析的部分 好 所以可以看到 L是C珠的中垂线 所以A珠跟AC等于4 那你看 跟老师写的是不是一样 你就要去做一个 延伸的条件 这个4 要延伸出来 然后呢 再来因为AB会等于 B珠-A珠 也就是 B珠线段 我们扣掉这个4 也就是可以得到 AB线段 是5 也就是这个 老师刚刚写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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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 5 5的部分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用上 因为直角三角形 讲到直角 你就要想到B式 这个 想到直角 它的用法 大部分就是B式定理 然后呢 我就可以得到 B西线段呢 会等于3公分 好 到这边呢 我们已经练习了一些 那个题目 有关于那个中垂线 那这个章 这个章节主要在强调的是 中垂线上的任何一个点 到会 到两端点会等距 那基本上倒过来 到两端点等距的这个点 会落在中垂线上 那同学要善用这个技巧 所以 还有包含它的这左右 这两个面积会一样 我们在前面也有用到 那同学善用这些技巧 然后去做一些解题 那相信呢 对同学呢 会有一些帮助 而且 每年在考试 在做中垂线啊 角平分线上的考题呢 都是还蛮多的 而且是很重的 重要的单元之一 那同学们在这里呢 可以好好的做练习 那对于你在准备会考的题目上 会有比较好的打捏 怎么去善用 还有像几何的题目 要把条件写上去 像刚刚老师说的 要把条件写上去 然后 球面积的话 大概就是加法或减法的方式来算 如果没有公式的话 那球长度的话 就是刚刚老师讲的 大概就是面积啊 面积公式 必是定理 或者是以后你所学的相似性 这三个方式来做 虽然有一些初步的概念之后 对于你解题来讲 或者一些比较核心的概念 你会更加的能够应用它 所以今天要讲的 我们再次强调就是 中锤线上的点到两端点都会等G 同学可以去看那个GGB 还有呢 它会垂直评分那个线段 然后还有他们两个面积会一样 那大概就是这样 那同学可以再做一些练习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